大家好,今天早晨,我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简化二十四式太子泉,今天我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海底针和陕通碑, 上一个视频我们说到左右穿梭,这个穿梭呢,你看,都是在腰胯上,你看这两个手呢,我手都没动,它都是腰胯在旋,好,你看,好,下面是海底针,好,我们一个松沉,好,这个松沉过以后呢,维股呢,微微地往前,好, 好,然后去膝,去肘,左手呢,右手呢,你看,慢慢地往前,好,我们在收回半步,回中心的时候呢,双手随着微股中心往后移的时候呢,两个手没动,你看,我这个过程,手没动,好,到了这边,我开始转腰胯了,腰胯一转了,带着你的右手,过来, 好,松腰胯一转,把你的右手呢,抽到耳旁,好,左手呢,在膝盖的前方,然后我们做一个呢,松腰胯一转,活动,须点脚,然后开始,呃, 后来,尾骨呢,去找右脚跟胸口的向左转,慢慢地插出,好,这个呢,是海底针,好,然后慢慢地把身体呢,直叠的身体呢,把它收在开心,好,一个松沉,松腰底吸一下,然后慢慢地上去,好,我们慢慢地,往前, 推,好,这个时候的推呢,它也是在腰胯上面,就是始终我们把太体拳始终都是呢,用腰胯来带动你的手,啊,你看,我在这个,海底针,下水之后,好,把我们折叠的身体呢,慢慢地 舒展开,好,收在胸前,好,然后我们慢慢地出腿,好,然后慢慢地,右手往后,左手往前,闪中背,你看我回来, 手没动,只是把左手曲的肘呢,把它舒展开,右手你看,慢慢地,一个上扶了, 到这个地方还有松沉,头顶起来,松沉,好,这个公共,然后这个,后面腿进来,要往后下,和在这儿,好,我再转过来坐一遍, 松沉,去膝,回重心,转腰胯,松腰肋胯,起手上来,好,活步, 这是海底针,好,把折叠的身体呢,我们慢慢地,把它舒展出来,好,一个转腰胯,活步,然后慢慢地往前,推,推重心,然后我们再慢慢地把这个左掌呢,打出去, 好,这时候我左手的虎口呢,要把它撑开,虎口一撑开,那个背筋呢,就到了这个每一个指尖,撑开, 这次,这次手呢,它也是,慢慢地走上去,你看我做夸张一点,它是这样,上来了,其实动得起来是很小,啊, 好,和在这儿,好,然后慢慢地起来,舒展开,收回,在胸前,好,然后落脚,重心往前去,好,这时候我们把伸腰呢,都把它舒展开了,打出去, 好,谢谢 好,谢谢 好,谢谢